另一方面 卫生部统计显示 去年1月到今年5月30号 全国一共有82,341名 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新冠肺炎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指出 这个群体的身体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 也还没有被列入全国疫苗计划当中 感染病毒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因此促请家长和监护人避免让子女外出 诺西山在脸书贴文表示 17岁以下的感染者当中 5岁以下的儿童占了接近2万宗 5到6岁超过8000宗 7到12岁26851宗 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染疫的比例最高 超过27000宗 占了大约33% 诺西山指出 这显示这个群体的青少年经常往外跑 如果他们的防疫意识不高 或是没有遵守防疫准则 将很容易染疫 甚至把病毒传染给家人 诺西山希望家长协助卫生部压低疫情曲线 尽量确保子女待在家中 不让他们到邻居家 避免让子女外出采购日用品 或是到人多的公共场所 如果必须出门 比如到医院或诊所 家长必须确保他们戴上口罩和注意个人卫生 至于家中有5岁以下孩童的家长 应该让孩子待在家中 尽量上网购买日常必需品 避免带孩子到超市或是夜市 诺西山指出 家长就是孩子的榜样 如果大人能够采取主动保护子女 将能够降低他们的感染几率